徹底的复习 并且又加上那个档案的读取 那档案读取基本上就这两行 就是F等于Open 然后把它整个读进来 用Readerize OK 那这来的话呢就是串列 所以其实基本上串列非常重要 这个串列就跟那个Excel里面的那个 专格范范式清单式的概念 你可以是纵向可以是横向 它就是清单就对 所以Excel如果没有像这种储存额的概念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你就应该很难用了 如果有的话就蛮方便的嘛 那你要怎么就怎么放 而且它是印线已经有给你的 那在Python里面是你要用的时候 你再去产生 而且呢你用几个 你再产生几个 Excel是编给你的 所以它总共可以从左到右 可以到这么多个 XFD 大概是几篮呢 诶 数字我还有一点 好像65536吗 6536的蓝吧 然后感受向下 可以1048576 就是104万多笔资料 就是这么多啦 反正已经都给你了 所以这种做法就是 它已经先把所有的串列都让你产生了 直接就放上去 而且都看得到 而且可以用 655键盘修改吧 但是在Python里面都没办法改到 所以你print出来 你才知道原来 测到里面就这些资料 OK 那如果说今天 假如我要把刚刚这个程式做修改 改哪个地方 不过我不要用这个方法 也就是不需要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也不用了 但是呢 我可能会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 多增加一个什么 多 因为我身高 体重的串列 那我如果想知道 名字 所以势必需要名字串列 所以我这边多一个N好了 就是Name 缩写 然后这边等于就多一个 就是豆演 它等于是多一个名字的串列 这边的话 等于是说 我需要那些逻辑判断 所以不需要那些最大小 最大 最重的跟那个是谁 那几个变数 那也不用逻辑判断 但是呢 可能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N 干脆就是这样顺序 比较不会讲 N.append append的什么呢 就是把它列出第一 所以第一栏的资料的话 那不用转型 就直接这个先复材改换 那这里面的话就放多少 放0 OK 所以0是第一栏 是姓名类栏 第二栏其实1 就是身高 第三栏就是体重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一栏 只是说这个比较出向 所以你要想象中 哦 那一个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大概这个概念 那再来的话 怎么变出最后结果 其实最重的那个是谁 其实就是max 刮弧 h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用那个max 这个函数 去找到一个身高里面 它是谁最高 它会告诉我 里面最高的好像是175 所以175里面最高的175 最重的是75 所以它最后的话 代表一下max 8栏 w OK 但是其实最难的这个地方 谁最高 啊不 谁 所以是谁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吧 就是先去查一栏 嗯 去 身高里面 最高的查询的index 小瓜5哦 OK 反正中瓜5指的就是创列哦 啊小瓜5指的就是函数哦 s是一个函数哦 OK 然后查什么呢 查谁最高 那就把最高的那个人的资料放下来 这句话意思是说 去帮我查h创列里面 谁最高 那查回来 它一定跟我讲 啊 我查回来的 查回来这边 它不是把1155告诉你 它告诉你说 哦这个是0这个是1这个是2的边号index嘛 它查回来就0 所以它说哦 第0个那个人哦 他的身高最高 那如果我知道是0的话 那接下来我可以吗 我可以在外面包一个N N的中瓜糊 有没有 那就是那个人的名字 N 啊特别说 其实最后的里面是什么 是0嘛 所以N中瓜糊0是谁 0 就是 是0 应该可以懂我意思啦 不过这个我觉得不好理解啦 但如果你可以 哎 顺着我这个逻辑 其实我说我也不是用背 我也是用逻辑理解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方法 哎 其实我就起来了 我其实说也没有特别去背他 啊 我再做一次哦 不过真的不是好了解 好 再做 谁最胖 谁最重 OK 那其实一样 最重的 我先查出来 用w这个创列 你查一下 查看index 查最重的那个人 index的边号在哪里 的索引值 这个去查 哎 最重的那个index 查完之后 那理论上他会查 呃谁最重 哦75 所以他回来的话 0 1 2 所以他会是2 所以回来是2的话呢 那我就把那个n的词中刮符外面包下 记得哦 包的位置哦 因为我发现最容易出就是那个包的位置 哦 一定要是什么 在他的外面哦 OK 所以你只不要做 而且 那为什么是中 其实因为我要去做那个串列里面的第几对子嘛 理论上这个是2 所以是n2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就会做到0 1 2 诶 tony就帮我抓过来了 有没有 然后实际上这里面就是这个啦 OK 好 这一段其实真的不容易 但是反复练习一遍之后 我想哦 你如果考试的话 应该会写这个方法 哦 刚刚二法我觉得比起来 好像占不了任何便宜 因为你要写很多行 而且其实还蛮容易做错的啦 所以这一题呢 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把一些逻辑判删掉 把变数也删掉 那你只需要增加这个 跟变数n 有没有 这个要先夹啊 这个就运到这个 OK 然后append 这个跟这个 另外的呢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先max 挖5 然后把这个max 放到它的index 里面查询 查完之后外面包一个n 等哪一个位置 这样子就大功成了 应该没问题吧 听得懂 反正听得懂就做出来了 好了 下面先黄酒贵一下 试一下 那这样还是不要死背的 这东西其实理解之后 你就做得出来了 总得了 请不吝点赞 谢谢你 谢谢你 点赞 点赞 转的 点赞 我 突然 点赞 帮助 转转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